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驾驶前及驾驶途中 雇主与司机必须共同评估风险 事故当天 阿明正准备从拖车上下载钢管 但是阿明没有仔细检查 也没有发现固定钢管的立柱并没有安装好 当他解开绑带时 钢管从拖车上滚下来 当场把他砸倒在地 疏忽安全最终导致阿明的死亡 风险管理的失误将影响企业的运作 甚至危及生命 如果驾驶前能够严格执行安全措施 这场事故本可避免 提前规划行车路线 固定好货物及集装箱 驾驶前检查车辆状况 BEN 驾驶着载重货车去送货 他事前没有足够的休息 因此无法专心驾驶 BEN 也没有吸好安全带 突然 他的车子甩下一旁 撞上迎面而来的另一辆载重货车 巨大的撞击力 把他抛出驾驶室 着地后 不久死亡 其实只要遵守基本的安全规则 BEN 就不会因此丧命了 只要在驾驶中遵守日常安全规则 工作场所交通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随时吸好安全带 不要超速 特别疲劳时 不要驾驶车辆 驾驶需时刻保持警觉 预测风险 事故的发生往往是由于雇主与司机 疏忽风险评估 或没有采取必要的工作安全措施 只要遵守基本的安全规则 您就能确保驾驶安全